本港新增加中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是昨日公布初步确诊或豁免检疫的53岁货机机组人员 据涉及变种病毒 居住的大国水海帆軒 早早完成强制检测 无人确诊 48个人未有检测被罚款5000元 或者接受强制检测令 强制检测行动早早7点完成 居民出示阴性检测结果 电话短相或者佩戴手环后可以陆续离开 当局说大约1400人接受了检测 没有发现确诊个案 又希望没有认门的大约140户居民 尽快联络政府进行检测 有住户说当局应该加强针对 机组人员的防疫措施 可能应该再解释一点点 会好一点点 如果不是就可能 因为这里附近有很多机组人员住 当然要加近 因为始终他们经常出出入入香港 始终我们要安心 如果他们在家 如果他们做好 14天在家 当然没有问题 但如果他们回到家 搞到现在 搞到整幢大厦都会很乱俊 今次强制检测行动 源于海帆軒第一座 一个获豁免检疫的 货机机组人员验出变种病毒 当局于是在星期六晚 围封海帆軒第一 二和三座做强检 至今一共三个国泰航空机组人员 在德国反港豁免检疫期间发现染疫 国泰说已经立即安排 在法兰克福的机组人员转酒店 并且会尽快暂停货机机组人员 在法兰克福停留 而涉事货机会彻底消毒 国泰也都即时加强外站检查 又说会发布进一步指引 规定机组人员回港后 接受医学监测期间的活动 稍后公布详程 无线电视机者周俊锋报导